在SPL新人選手會開始之前 富邦勇士就已經先吞下了大補丸 那就是本土洋將蔡文成 確定離開效力十年的老東家蒲園 以付數年合約改批勇士戰袍 已得知這個消息 富邦球員的心情 兩個字 好啊 因為我們球隊的目標當然是 想要往總冠軍嘛 因為來了一個文成 他也是之前幫蒲園打下四連霸的 一個最重要的一個那個關鍵嘛 隱形的部分要交給學長嘛 因為畢竟文成是我們的學長 對啊 是我們尊敬的前輩 上個球季 例行賽第五名 坐收的富邦勇士 靠著聯盟 得分王 洋將兒白潤 還有年度最佳新秀林書偉 一路殺到基督賽第二輪 但得分點過於集中在 林輩連勝上 最終還是不敵 兵多將廣的服務員 這個夏天 接連補進前金球 砍匠宋宇軒 還有蔡文成 整體實力更上一層 其實我們非常滿意 在封線補強方面 因為去年我們也是針對 封線破壞力問題有去檢討 那當然宇軒就補足了這一點 宇軒的整個切入的破壞力 是我們需要的 然後再加入文成這一點 他是可以讓他隊友的戰力 也能夠提升的 所以這兩名封線 再加我們原有的封線 我相信我們封線的完整性 就可以跟其他隊做一個很棒的抗衡 如今 副榜陣中 除了有控球核心林輸位 還有擅長無球跑動的 本土洋將蔡文成 做再加上核式的洋將加持 星球季的勇士 威脅性絕對不容小覷 我愛體育新聞採訪報導 萬一位 谢谢大家